当然疫情当前拉远人与人的距离 也影响到亲友之间团聚 美国从8号开始全面开放 欧盟等33国的旅客入境 包括加拿大跟墨西哥 陆路边界也同步宣布开放 美国封锁国门长达一年又八个月 许多人踏上解禁的首日航班 飞到美国也终于能跟家人团圆 久别重逢 民众落泪相拥 等了一年又八个月 终于等到美国重开国门 拜登政府全面开放欧盟等33国旅客入境 昔日繁忙航线 英国分有约 不少人如愿搭上解禁后手搬飞机 再见家人 黄如隔世 封锁后重启也孤舞旅游业 赴美国的国际航班预定量 相较一周前激增五成 与此同时加拿大和墨西哥 与此同时加拿大和墨西哥边界同步开放 排起长城车楼 等着第一时间住进美国 疫情前美墨边界通关人次年近4亿人 美国零售也已经准备好迎接人潮 像是纽约市每年境外造访人4月1350万人 消费支出近48亿美元 随着人潮回流 后年渴望恢复疫情前水准 相当美国力拼复苏 欧洲多地疫情再起 病患业暴增 波兰单日万例起跳 医院已经没有空床 德国7天来每10万人超过200人确诊 染疫创下新高 疫苗覆盖率低是主因 同样解禁的丹麦8号再度恢复防疫 出入餐厅等公共场所 都要健康通行证 疫情顺问的法国超过61省小学 被迫重新戴送口罩 疫情核实终结 带来变数 华尔新闻 严新宜 最新消息就是 香港跟澳门再度提高了入境门槛 其中澳门还规定 18岁以上的人 至少需要携带新台币 17000块钱以上 才能够入境 详细情形 我们赶快透过联线 请国际中心记者严新宜 告诉大家 新宜 好 主播 澳门政府最新规定指出 本月中旬开始 年满18岁以上 必须持有5000元澳币 相当于新台币 17400元才能入境 这笔费用将作为 留澳期间为生的资源 否则澳洲警方将有权拒绝入境 值得注意的是 这只是停留7天 若是要停留14天 入境者必须持有 最好1万元澳币 相当于新台币2万元 若是超过21天 最少也要2万澳币 原型台币4万1000多元 若是有家人同行 每个人按80%计算 不止澳门 香港从12号开始 撤销多数外国人 获免强制检疫的新规定 报道指出 香港官员认为 防疫不该有害怕 得罪外国人的奴才心态 分析指出 特首林郑 不怕下跑外资 全力配合北京 检疫措施 显然并非出于防疫 而是政治考量 纽西兰9号 有上千人走上街头 从首都威林顿市中心 一路游行到了国会大楼 因为民众不满防疫措施 但是纽西兰不是防疫模范生吗 为何还会发生 这么大规模的抗疫活动 详细情形 我们连线给国际中心记者 严欣怡 请她告诉大家 欣怡 好爱主播 纽西兰9号再报游行示威 至少超过3000人 聚集在首都威林顿 民众不满 政府防疫措施 违反人权 美丽报道 官方为了防疫祭出强制接种措施 像是教师不接种疫苗 就等着被失业 人潮从市中心一路游行 到国会大楼 不少人高举标语态度激动 但示威过程大致平和 纽西兰至今500万人口中 有9成的人接种第一剂疫苗 政府防疫手段强势 评价褒贬不一 首先看到国内连续4天 没有本土感染病例 不过有新增1例死亡个案 另外还新增了6例 境外移入确诊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疫情 德国数据持续回落 新增2万多例 其中疫情严重的 萨克森邦祭出防疫措施 只有完整接种或是染疫康复者 才能在餐厅内用餐 英国在通报3万2000多例 根据研究显示 当地40到49岁的族群 发生突破性感染的风险最高 怀疑可能是被未接种疫苗的 同居子女传染所致 法国单日新增2197例 曲线大幅下降 不过整体疫情还没有趋换 政府又重新寄出了 在校需要戴口罩的命令 一共有61个省的学童受到影响 西班牙最新通报2139例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巴塞隆纳有一处监狱 发生了大规模的群聚感染 至少有100人检测后 被验出阳性 美国单日新增确诊 数来到54000多例 当地已经重新开放路空边境 结束长达20个月的旅行限制 估计航班需求会大增 日本曲线再降 来到107例 短期的外国商务旅客 跟留学生已经可以入境日本 其中已经接种过疫苗的商务课 隔离期就可以从10天缩短到3天 不过日本并不承认台湾的小黄卡 因此台湾民众入境时 还是要隔离14天 南韩最新通报1715人确诊 疾病管理厅首度对外透露 已经跟美国墨沙东药厂 订购了超过40万人份的新冠口服药 估计明年2月会陆续到货 印尼区线上升后回落 再通报244例 卫生部长指出 将开始为民众施打加强针 开放染疫风险较高的长者 跟弱势族群优先接种 新加坡单日再添2470例 政府宣布从10号开始 将松绑部分防疫措施 包括允许同住家庭最多 5人到餐厅内用 同时放宽部分活动人数上限 越南通报7988例 疫情出现神闻迹象 卫生部长指出 目前已经收到 大约1亿2500万剂的疫苗 能够稳定供应到年底 因此计划在今年底 或是明年初 开放民众接种第三剂加强针 印度区线明显回落到1万以下 新增7841例 也是时隔将近9个月 单日病例降到4位数 另外今年一周的死亡个案 也出现递检趋势 目前全国累计超过 3437万人确诊 有46万多人染疫不治 中国再通报62人染疫 疫情复燃延烧20省 虽然日前已经开放 3到17岁的族群接种疫苗 不过疫情还是挡不住 本土疫苗保护力 再度受到质疑 现在当地民众最关心的 就是何时才能够开放 接种辉瑞疫苗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进合 台湾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